国拼喜讯,WTT拼联官宣第二战大满贯赛时间,刘诗文最遗憾 建议大家收看本期视频,视频开头,劳烦大家长按点点赞 要点赞会让更多喜欢国拼的球迷看到这个视频,感谢大家的支持 北京时间5月11日,国拼主力现阶段已经在北京训练基地集结进行训练 但是随着央媒官宣了国际奥委会新决定 国际奥委会决定杭州亚运会将会延期举行 这也就表示国拼在短期内没有大的国际赛事 这对于国拼也是很不利,按照计划是在今年参加完新加坡大满贯赛之后 会参加东京大满贯赛,亚运会和成都的团体视频赛 但是随着东京大满贯赛事被延期,亚运会推迟国拼计划也会被打乱 这就意味着国拼在很长一段时间将无球可打 但是国拼球员又需要通过一些大的赛事来检验自己的训练结果 所以网上有消息称国拼将会举行内部的比赛 但是到目前为止国拼并未官宣这个消息 最近有媒体报道称在今年的7月份将在匈牙利举行第二站大满贯赛事 按照WTT拼年的构思,一年将要举行四次大满贯赛 在欧洲大概率会有两站大满贯赛 WTT大满贯赛奖励积分达到2000积分 同时还有丰富的现金奖励 会吸引全世界顶尖的乒乓球运动员来参加 根据外媒报道,比赛地将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在2019年举办了视频赛 这也是马龙获得蓝单冠军的地方 同时也是刘诗文斩获女单冠军的地方 在7月份的大满贯赛,国拼还是会派出主力阵容参赛 根据外媒报道,WTT大满贯赛第二站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现在只差WTT拼年官宣 相信很快国拼也会公布参赛的名单 对于这样的国际赛事,国拼也会派出主力阵容 蓝单向马龙,樊振东,梁静坤,王楚清以及林高远 女单会派出陈梦,孙依莎,王曼玉,王毅迪等主力阵员参赛 根据国际拼年公布的最新排名来看 刘诗文和许希排名都在80名以后 参赛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小 对于刘诗文来说还是比较遗憾的 因为布达佩斯这个城市是他获得女单冠军的地方 如果刘诗文无缘于他圆梦的这个城市 赛事确实是比较遗憾 当然像小匠,林诗栋,宽曼等年轻选手也有可能会参赛 相信很多喜欢国拼的球迷看到7月份有比赛的消息 也会非常的高兴 也相信国拼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表现 让我们一起期待WTT国际拼年官宣比赛的消息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期视频下期再见 请ala访者 订阅